歡迎收看 雪夫女神 張錦嵐 美麗先生 她是腰最細的一個人 沒有腰很細啦 再踩 再踩給我們看一下 你的小腹 哪有 妳看人家小腹 女神超狂健身菜單 獨家公開 OK 很好 她就說 難得OK 難得我OK 歡迎收看 拜託的女神 All by Venus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佳儀 大家好 我是Kevin 大家好 我是夏蘭熹 歡迎我們的女神團 歡迎 完美女神會思想是這位女神 然後就是她應該算是 十字名歸 女神 中的女神 宅男女神 校園女神 還有什麼雪夫女神 性感女神 白大女神 什麼女神她都有 就你只要想得出的女神 她就是全部把她一把抓起來 對不對 真的 如果她現在只差一個的話 應該就是 因為媽媽女神就是小A 對不對 但她還沒有結婚嘛 她如果結了婚 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對 所以她還沒有結婚 人妻女神 妳有知道什麼秘密嗎 我不知道啊 她在外面瞪我 我看得很清楚 所以我在看 沒有 但我看出來她在瞪我 但雖然甜美的外表 卻有一顆二毒的小 沒有 是這個意思嗎 沒有 因為我認識她 從她剛出道的時候 我就認識她了 然後我們一起出外籍 她以前真的就是 現在這個樣子 因為就是完全沒有變 她好玩嗎 因為大家看到她都會覺得 她很優雅 很美 然後皮膚擺 她身材很好 但她好玩嗎 雖然看起來是一個很文靜 然後感覺有點嚴肅 是 但是 認識她的人又是另外一回事 那我們今天要依靠你囉 希望可以把她挖掘出 她很有趣 好 還是我待會坐她旁邊 妳覺得怎麼樣 好期待喔 這邊意思不夠 OK 來 歡迎今天 我們的完美女神張景嵐 雪夫女神張景嵐 以模特兒的身分出道 事業領域 横跨了戲劇 主持 英靚麗的外貌 入選FHM男人幫 百大性感女神 除此之外 更拿下年度宅男女神封號 今天就讓我們一睹 女神張景嵐的風采吧 歡迎 我們以前認識 是在綜藝大集合 這樣上山下海 然後跳水這樣子 所以她穿不上會去上那個 遊戲節目的 然後妳不還白成這樣 然後還沒有什麼疤痕 妳說這合理嗎 好厲害喔 應該就是天生力 沒有 沒有 就是還是要小心受傷 因為我以前運動細胞還OK 看不出來耶 我是考班上第一棒 女生最快 然後男生是最後一棒 妳是穿高跟鞋嗎 沒有啦 跟赤腳 所以妳是運動健將喔 就是還沒有入行的時候 是小朋友的舞蹈老師 然後以前學生時代就是 還滿熱愛運動的 看不出來耶 就像大家會以為 我是運動健將 但其實我是一個運動白癡 就是我肢體很不邪教 因為她這樣一講 我就馬上看她的小腿肌 要按摩 比較按摩 就是很平凡按摩 對 但是因為真的很久沒見到 妳最近有在忙什麼嗎 因為聽說 妳有開了一個網路新節目 對 我在網路新節目 叫做 然後要一邊喝酒一邊做菜 這超適合妳的啊 我跟妳說一天只能錄兩集 因為兩集不同酒 真的混酒下來 我的天啊 我跟妳講 那妳要找我去 我大概可以錄到五集 好棒喔 混酒耶 我跟你講這算是第一集紅酒 第二集威士忌 我真的是 她直接在世界上 我真的很擔心 因為妳知道喝完酒是 除了睡覺之外 就是開黃腔 我練成另外一個人是不是 我覺得超喜歡開黃腔 女生喝完酒就是很容易這樣 製作人 趕快拿酒出來 好 快點 對啊 她都已經暗示我們了 我覺得這是一個陰謀 所以有機會可以去上一上 我覺得節目聽起來很棒 等我們節目穩一點之後 再來邀請人 所以就是喝酒做菜 喝酒做菜啊 以酒入菜 做下酒菜 然後邊做 還有一個廚師 鮮肉廚師 對 每週三晚上八點 然後它是多聞聯動 所以會在虛新聞跟我的粉絲團 跟鮮肉廚師賈斯汀的粉絲團 會一起發布 我想今天這個景蘭的 完美女生二十四小時 是非常非常值得期待 我們現在就立刻來看 哈囉 各位 拜託了女神的觀眾朋友們 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女神 金 張景蘭 現在呢 就是女神二十四小時的單元啦 那現在我 睡了個好覺 換了個名字 好喜歡看藝人這種尷尬的感覺 吃早午餐 平常蘭蘭都去哪裡呢 因為我非常重視養生 我也非常重視食材的健康 所以我帶大家來到一個愛店 雖然我不是很想分享 因為我很怕我分享之後 我就訂不到位了 可是我還是決定不藏私 現在在我面前的就是 專屬景蘭的健身餐 這家店我覺得老闆娘 非常講究食材 他要求的食材 油 任何調味料 辣醬 都是他自己煮的 然後很多東西是非常講究 特別是新鮮程度 像我有時候拍戲特別累的時候 我就會點一杯飲料 叫做 那杯飲料 那杯飲料就是 咖啡加茶的綜合 然後它只有煮得非常的好喝 我告訴你 我喝了之後呢 我真的是 Oh my God 到半夜都睡不著呢 所以要是我進來 他有一個咖啡加茶 叫做不讓你睡 我真的兩點喝 我可能躺到半夜兩三點睡不著 為什麼 是因為他飛音很強嗎 他飛音很強 好可怕 所以不讓你睡 可是拍戲真的很好用 有撒一盆培茶粉 那培茶粉喝起來非常的高級 它不會讓你覺得喉嚨癢癢很卡 非常的香 非常的濃郁 也是老闆娘特別去買來的 現在要吃給大家看 一整天青菜很重要 雞胸肉 健身人很適合吃雞胸肉 然後像大蒜 烤大蒜可以增強免疫力 然後吃一點的澱粉 在第一餐是沒關係 你完全沒有澱粉的話 其實對身體久了也不是一件好事 然後我真的就常常自己一個人來這邊 然後把一層盤吃掉 老闆娘就說 你是吃不胖吧 沒有 我運動量滿大的 就是 有氧跟健身 跟跳舞都會 吃飽了 有力氣了 現在我要去健身囉 這是假的吧 你其實平常不吃東西吧 有 我有吃 我還是會吃 但是我是會控制熱量的 比如說我今天晚上吃吃到飽 我中午醒來或是早上一白天 我就不會吃太多 就我一整天比如說 我的基礎代謝率是一千一百多 那我就是大概要吃到這樣的大卡 那晚上我就會吃很多的話 我可能早上起來吃個蛋餅 就會稍微調配一下 對 因為我們節目也來很多 就是台灣女生對不對 她是腰最細的一個 沒有腰很細啦 妳腰很細 而且妳很窄耶 很窄 骨架很窄 我對我骨頭是小的 最近出來是有小腹啊 可以是幫我剪掉的 不是 你站起來 給我們看一下妳的小腹 哪有 哪有 讓人家小腹 不要這樣 我們現場只有夏曼蒂比你瘦 對 沒有 我真的很瘦 我是過瘦不一樣 這節目要誠實嗎 我有穿束褲啦 就是女藝人要敬業嘛 因為你不可能就是安全褲 又是內褲 然後這樣一球一球一球的 假如我今天穿皮裙的話 我就不用穿束褲 很貼身的 對 皮裙它比較厚 它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但是我今天搭配的是 就是很...就是繃帶的 那我不可能讓它一球一球一球 那可不可以拜託妳就是 只穿束褲嗎 賺一下給我們 也是可以 如果你願意只穿束褲 很瘦 好猛 很瘦 你那個不是真的束褲 你那個是比較高單束的那種 所以這個概念很重要 因為大家常看女藝人 穿一些很合身的裙子 然後就會覺得說 奇怪 我買那個來穿 就會上面一條 下面一條 屁股兩條 有很多條 原來有這樣子的秘訣 就是你可以穿一個束褲 即便你是很瘦的 只是為了線條更順對不對 對 而且膚色黑色都要有呢 好專業 好專業喔 接下來我們就來看看 它運動量究竟有多大呢 請看 吃飽喝足之後 通常我中午過後都會來健身 現在就來歡迎我的健身教練 歡迎馬克思 我告訴你們啦 我教練是厲害的啦 這次的牌打 好狠喔 這牌打... 好狠喔 我常說教練很可愛耶 教練很可愛喔 好狠 對你的差 他結婚了 他結婚了 我就沒說 所以他平常就是用 海龍蛙兵的訓練在訓練我 是不是 這樣是不是很棒呢 好啦 走吧 GO 我先說 混寶 灰藏寶 但是我的教練是 沒有對我客氣的 他的口頭傳就是 沒事 沒事 他說很重喔 沒事 沒事 有事 就是你的東西 沒有 你看 沒事 沒事 怎麼不搞的 沒事 好狠喔 他是海龍蛙兵 所以就很嚴格 好 來 好了嗎 這樣 OK 好來 坐現在腳跟直氣下來 腹部空間 直近 上 背部 直腳 後背 放下 腳開一點 二 下水手 腹部腰空間 四 六 五 最後一個上來一樣停伸 五秒 四 三 三 二 一 OK 好 很好 還是生了嗎 還是生了 難得OK 難得我OK 大概就是這個概念 沒有 直接腳 妳試試看 腳腳腳一點 這樣 然後再往前踩一點 腳踩到剛才下方 這樣 已經很下方了 好 背挺直 背挺直 腰挺直 收肚子 收肚子 好 來 等一下 什麼我美嗎 我美嗎 對 這個我要確認嗎 這個角度都是男人的角度 對啊 攝影師 這個是我最喜歡的動作 我超愛做這個 他就 也是練屁股的 這個整個下半身跟屁股的腿都會 蠻輕的 一次 背上的腳部 對不對 十 五 五 我給你 好 好 中間 收到 這樣 來 好 待會兒 摔一個 好 OK 我們做一個 倒閉的訓練 吐氣 一氣下 OK 這個動作很平常就有在做 而且做得滿好的 因為平常我們一組大概是做一百下 那今天我們做十五下就好了 OK 畢竟我剛剛吃飽 對啊 好不好 好 這實力還是要稍微隱藏一下 是的 一百下太誇張了 沒有吧 應該就做三輪 六 一次二十 然後做三次 好 最後一個 再用立場的手 十二 上來平均 三 二 一 好 算一下 很好 好 今天我們就有點到這了 很好 很好嗎 好 謝謝馬克思 謝謝 謝謝請來 我要在你旁邊 謝謝馬克思 謝謝 我身邊有些朋友開始運動 都滿建議他們 就是找一個私人教練 對 因為有些動作 其實自己去做 沒錯 沒有辦法那麼確實 然後也沒有辦法 在最短時間之內 達到最好的訓練結果 對 對不對 我覺得教練很重要 因為其實我是繞了一圈之後 還是回來找這個教練 因為 因為他比較可愛 因為有些教練不細膩 他就會一直幫你這樣 不停地加重 然後想要看到成績 可是他沒有 他只想操你 他沒有仔細感受說 比如說你今天身體哪有不舒服 或是其實你左右半邊不平衡 對 但他會去關心跟感受 每一個學生 所以他每個訓練方式補充 所以教練是你的菜嗎 教練不是我的菜啦 教練已經結婚了 真的是滿誠實 那種類型啦 外型 不行 我跟他太熟了 就是朋友 高的 壯的 有肌肉的 要會運動 要會運動 就一定會有肌肉 只是不一定要大塊肌 對 他可能可以游泳啊 或是他可以攀岩 他比你矮 對 比我矮喔 可能就是 把這個卡一下就發出去了 我最愛的是 寶石 這個 因為它是 所以比如說有些男生 刮鬍子很痛 怎麼辦 好 怎麼辦 好 怎麼辦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 這位美少女的才藝囉 好的 做完運動之後呢 錦蘭來到了一個 親優的小巷子 來小巷子 來岸巷做什麼呢 不是來做壞事 而且就算做壞事 做壞事早晚都會被發現 所以要中午做 那我們要做什麼壞事呢 怎麼變成這樣 我的天 他老師耶 他要我自言自語 我老師來欺負一下老師 走 我們現在就去找老師去 你們介不介意啊 可以 老師 老師 我幫你捶背 這樣可以嗎 可以 OK 好 就要大一點嗎 可以 要跳籠嗎 不行 你看我們老師很厲害 它是那個皮雕 這是你做的吧 不是 這是你的 馬上就自己了 這學生做的 因為我剛剛才上完課而已 然後學生下課 然後這個是稍微幫他修正 有些角度上的要修正 那我的作品應該是在隔壁的教室 不是在這裡 老師的作品非常厲害 那我們等一下再繼續看 那我們在我們右邊是什麼 是一堆皮 沒有 是一堆皮 好 先講一下 既然是我的學生的話 我要很慎重的介紹 那個是在台藝大 有修我的皮革課 那實際上我跟皮革這一塊 比較有牽連的部分 我是台藝大畢業的 對 台灣藝術大學 很多人在那個上面質疑妳說 妳是台藝大畢業的嗎 是不是 對 很多人質疑我 快告訴他們 好 那個我是台藝大見證講師 那修皮革工藝的 那他是真的台藝大畢業的 確實的質疑了 老師超真實 確實的質疑了 可是他畢業製作的時候 不是用我的作歌 我用我的材料去參加那個 新一代展覽 因為我畢業是做商業設計 不是做藝術品 對 但是我畢業之後 還是心心念念 不忘著老師的尊尊教誨呢 也對 所以偶爾都會想起老師 來拜訪一下老師 然後這一次也是來拜訪老師 來翻一下 好的 現在我們在首座教室 在我前面的就是老師的作品 是一個百合花的桌子 這是皮雕的配件 是配件嗎 皮雕的作品 皮雕的 不是配件 是裝飾品 裝飾品 好東西 好看而已 不使用 那我可以就是放一個 什麼東西把它壓扁這樣子 既然要做立體 所以不能把它壓扁 是 都很叛逆耶 這個皮蛋 對 老師的你知道 做的作品的等級都是 貴婦非常喜愛的 包含老師本人也是 貴婦非常喜愛的 好 開玩笑 這邊剪掉 師父不要生氣 喔 我感覺有很多貴婦 去找老師上課 因為老師就很可愛 貴婦 然後才華這樣 難怪老師也是 也是靠嘴巴吃飯的 對 我們現在來到了 做玫瑰花的地方 那這個就是 我非常喜歡的 皮革玫瑰花 好美喔 好美喔 很厲害 是不是 那蒸花又會腐爛 那這時候 因為懶懶本身 非常喜歡工業風的東西 那是不是這個皮革玫瑰花 染這個顏色 就非常適合我家 然後又非常有質感 就跟老師一樣 老師好可憐喔 感覺完全在欺負老師耶 感覺老師已經習慣了 平常也被貴婦這樣玩 對 同學都這樣欺負他 同學應該都這樣欺負老師 因為這個之前已經染好色了 所以你只要在上面 分一點水 然後讓它皮革濕了以後 你就可以開始做一點點 塑形的動作 它不會染到我的手嗎 不會 它染料已經乾了 所以顏色上不會再染到手了 對 沒錯 我現在就是要 擠一個強力膠 好的 這是我們的皮革工藝小教室 這是我做的工業風皮革玫瑰花 謝謝我們身旁 我身旁的葉明福老師 要給你鼓勵嗎 好棒 老師好美了 謝謝 老師那我們就是 你就這樣放著 然後我們就 這樣子會有失我的形象 雖然說搞笑 也要有點形象 是的 你比較適合 好 謝謝 給大家滿有趣的 因為那個皮革創作 現在還滿流行的 有些少的工作室 就派來教大家 現場 這個是你做的 對 很有才好 我的天啊 在看這個 就是你的作品是不是 對 我那時候拍原來一家人 然後那時候拍戲的時候 大家感情很好 所以總共有七個主要的角色 我就把大家角色的英文名 刻上去皮革 然後那是一個鑰匙圈 然後我就送給演員們這樣 就是大家可以組合起來 然後也可以分開 對... 才好 那後來送出去之後 還有再組合過嗎 沒有再組合過 但是... 哪七個念出名字 沒關係啦 沒關係 反正就大家很好的一個 感情的象徵 我覺得可能未來 因為大家陸續會拍戲嘛 所以要是想看到這個 想起當時的愉快 我覺得很好 好 那我們接下來 可以來聊一些 女孩的事了嗎 好的 我們來看看這個 懶懶的居家保養 我現在已經晚上十二點多了 我今天一整天的店也都用完了 現在我剛洗完澡 然後我也要來進行我的保養 那我通常... 我真的有誠意 我不是全素顏 對啊 妳的很好耶 我以為要很誠實啊 我也是 我自己拍的 這算素顏 對啊 我連放大片都沒帶耶 OK啊 比不那麼好 曬了很多太陽 所以我今天想要選 保濕 曬後舒緩保濕的這款 很多人不會用這個面膜 通常好的面膜呢 就是好的面膜 不會完整的吸收精華液 所以面膜的裡帶 不會擠出太多的精華液 因為它都吸在布膜上面了 旁邊有個角角 有沒有 角角扶著 這邊有個角角撕掉 撕掉 撕掉 切個緊 切緊 切緊 很透耶 很透 好的 那我們就等個 10到15分鐘 那因為這個面膜布呢 是我自己寫信去日本 跟日本大廠進口的 一個非常好的面膜布 它非常的輕薄透 然後 也可以將精華液 完整的 導入到我的皮膚 所以我就可以做一個 晒後舒緩 10分鐘過後 沒錯 我覺得皮膚變亮了呢 像我的習慣就是 我會用 化妝水 再用一次化妝水 因為其實我們精華液多的 已經吸收不進去我們的皮膚了 它是多餘的在臉上面 那我就會用化妝水 把精華液擦掉 就是 大概擦一下 然後我就會上乳液 那我這款是在沙龍買的 我覺得還不錯 好的 這樣就可以去睡覺了 謝謝妳因為我們節目就是 以真實的素顏跟大家見面 可是我覺得皮膚很好 皮膚很好 而且就是變成一個 輕瘦的大學生 因為我們平常看到妳 會覺得是女神 但那樣就是很像 走在校園的一個學生 就是走一個 對 感覺就是 妳現在這個樣子 是一個角色 然後那個是一個角色 那個就會戴著一個眼鏡 然後被這個人罵 對 那是姐姐嗎 姐姐 後母 所以剛剛介紹的面膜 妳也有帶來的 有 我有送妳們 真的嗎 好 謝謝 全系列 它裡面有 有這個口味 我回去用了 再告訴妳新的 好的 謝謝 我去用了再跟妳訂購 好 謝謝 跟我講就好 談購有打折嗎 有 一定有 妳說什麼 妳是主持人 我是幫我 我在旁邊那個Cherry問的 印在四種裡面 讓妳挑一種 妳最愛的是哪一種 我最愛的是寶石這個 寶石也是最基本的 對 因為它是 最基本 海迴箱修護 所以比如說曬後 就是海迴箱是 十九世紀法國船員 去就是比如說 水手曬箱之後 他會直接拔海邊海迴箱 然後塗在自己曬箱的地方 那我們就是有它的萃取 然後去做寶石 所以比如說有些男生 刮鬍子很痛 心鼻涕破皮 塗海迴箱 隔天會 有些別人說會好一點 阿伯隔天會破肚 也是可以海迴箱 怎麼辦 媽媽棒棒 寶石 怎麼辦 突然變成這樣子 公園在走向 他好容易被戴喔 他好容易被戴喔 好煩啊 好容易被戴喔 所以保養完之後 化妝有必要的哪些嗎 有 因為我的膚色比較白 假如那個 我修容修太深的話 就是烙腮糊的開始 那這一款呢是 妳幹嘛還要修容啊 我還是要啊 因為有時候一打 就是整個平的 有時候光太強了 對 我還是要修 可是修 我常常最常發生的困擾 就是我的臉跟脖子 臉在一起 所以我都會修脖子 就是這邊 就是沙發 看不出來 對啊 這種困擾好討人厭喔 對啊 那怎麼樣才會有這種困擾 不行 我要 還要 現在還要 節目到尾聲了 所以如果有些皮膚 對 而且有些皮膚很白的女生 真的會有這個困擾 就是她遠遠拍照 就會覺得這邊 對 就會覺得自己沒下巴 因為這邊都是整個 這是一個好方法 我從來沒有看過人家這樣畫 而且它有多用力 你看那個魚粉 它有多用力的刷 你知道嗎 對 然後這個腮紅也是 這個顏色好自然 對 這個顏色我覺得很自然 就是櫻花 然後它就是下手再重 就也不會就是很恐怖這樣 真的嗎 你再下 要再皺一點 給我酒 假裝是喝醉的妝 好 那這個顏色是MAKE 我已經用到凹凹了 它是一個最淺的霧面咖啡色 因為有時候拍戲 你還是要有點陰影 你不可能眼皮很拋 或是你沒有修那個眉骨 但假如你修太多的話 人家就 學生你不會在那邊畫個什麼妝 所以萬一你是要演那個 回憶戲的時候 我覺得這款很好用 一點點眉毛 一點點修容 一點點全部都是一點點 但是說實話演回憶戲的時候 那也不可能沒有這個 所以我要買這個 然後我就只能要給他 因為他現在已經不能演學生了 所以他的學生 只會出現在他的回憶戲 我覺得在節目 就交給這兩個處女做的 對不對 對不對 就是因為你現在其實演學生 比較少 可是你如果要回憶戲的時候 你要演學生 那你要說服別人 就是你是演學生 你的妝不是很濃的時候 你就用這個Omega 這個Omega的顏色 就是你全臉都能用 對 沒錯 因為還是要有輪廓 好 謝謝 謝謝 看到了很多不同面向的景嵐 我想是大家會跟我們一樣 會越來越喜歡它 對 所以今年除了這個 全新的網路節目 就邊喝酒 邊煮菜 那個節目之外 還有廚房 對 還有沒有其他的計畫 跟大家分享 下半年會有不同戲劇的嘗試 我希望就是 也可以讓不同的人看到 更多人看到我不同的面向 也預祝你的這個 美妝的事業大成功 UU Under Universe 在宇宙之下 對 下半年會有新產品推出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好 今天大家要謝謝景嵐 也謝謝送給我們的禮物 謝謝 謝謝 完美女神24小時 精采不間斷 日本粉絲們 很喜歡的歌 我喜歡的歌 想會 打打打打打 打打打打 你最好嗎 我看了 歡迎繼續回來我們 拜託的女神 接下來是我們的女神 Top1的單元 在這個單元提醒大家 可以一起到我們的 臉書的粉絲專頁 參與投票 來預測今天的女神賞 究竟是誰喔 趕快來歡迎今天的專家 首先歡迎來自 韓國皮膚科學研究院安院長 歡迎安院長 大家好 接下來我們大家的好朋友 靜藝大學副教授 吳培軒老師 歡迎吳老師 今天的主題產品就是 因為每到了夏天 大家會一直提醒我們 曬太陽 會變老 這是一定的 一定的對不對 所以今天為大家精選了 五樣夏日好物品 一到夏天 最熱門的關鍵字就是防曬 但市面上防曬產品資訊 常會讓人眼花撩亂 PA和SPF差別在哪 防曬係數越高 正號越多越好嗎 該如何選擇一款合適的防曬 來度過夏天呢 我們聽到你的拜託了 選擇防曬產品時 我們最在意的是 清爽不黏膩 舒緩保濕 不泛白 塗抹方便 鎮靜曬後肌膚 綜合韓國最大美妝排行榜 GO PICK 對台灣網路平台 竟選出五項產品 進行網友票選 盲測 實驗測試 誰會成為女神上得主呢 防曬真的很重要 對 俗話說 以前大家都有個觀念 叫做 接下來我要讓你們看的 這一張照片呢 證明了 養兒不防老 防曬做好 老了皮膚沒煩惱 哇 好厲害喔 超一個人嗎 這在網路上面是一個 非常非常有名的照片 這位伯伯呢 他的職業是一位卡車司機 對 那麼一位卡車司機 以前尤其是卡車 他們的玻璃不像高級房車 會有防曬的這種保護 他在他的二十八年的司機的生涯當中 長時間同一側受到了陽光的刺激 所以他應該是在佐駕的 對 佐駕 美國跟我們台灣都是佐駕 佐駕 天啊 然後呢 他在第三年的時候發現 就是他這邊怎麼有一些奇怪的 譬如說 譬如斑點或什麼 然後他剛開始沒有太在意 那對於一般男生而言 他不會去在意 但是被皮膚科學醫師發現 對 驚為天人 這是一個天然沒有做好防曬之後的 就是這一邊的臉 比較不會受到陽光刺激 這邊的臉長時間受到很 而且他這邊的那個紋路超明顯 然後下垂 然後皮膚的質感差很遠 這部防曬真的會這麼嚴重 非常嚴重 光所形成的皮膚的老化 可能你在短時間裡面沒有辦法 明顯你可能只會覺得自己曬黑 對 長時間除了長斑之外 皮膚上面很多的這種 老化的現象 下垂 鬆弛 這些 好可怕喔 我們做美妝節目 每到夏天就要來複習一次 對 我每次學生問我說 老師暑假到了 我要去墾丁 我不想被曬黑 所以我要買SPF50 請問這句話有沒有對 錯 要買PA 對 所以就是說 SPF這個數字大小 只是在看說 我們不想被曬紅曬傷的一個指標 對 那我如果不想被曬黑 還是說我不想要像那個美國大叔 這麼的老的時候 對 那你要看證號 那就是對 所以A波段讓我們曬黑又曬老 平常上班上學 那你就擦30到35 中套系數 對 然後要去海邊的話 一定要擦50 那其實像50再超過 你也不能寫52 53 你只能在50的右上角 寫一個小正 可是要去海邊細水 你總不能擦水包有清水性的 就全部被海水沖掉 所以你一定要擦油包水型 防水型的 所以有了基本的概念了 有 所以我們幫大家精選了五支 防曬產品 晶圓夏天 你如果沒有看這一集 你人生就 完蛋 幹嘛同學在一起 好啦 來看一下我們的女神牆 3 2 1 請看 大大小小的都有幫大家介紹 但是今天呢 我勢在必得好不好 因為呢 畢竟我體育系出身的 為什麼到現在都沒有曬黑 這件事情 大家都覺得很匪夷所思 因為你有吃美白瓦 對 化妝品科系的 不是 我是體育系的 所以今天我要來介紹這個 VT系列的 我想拿出它 大家就知道 它是誰代言的 它其實主打的就是 可以防曬又兼顧養膚 這件事情 然後所以 敏感性的人也可以用 痘痘肌的人 也可以使用這個防曬 好啦 你搬出BTS 我不嗆你 而且重點是它可以 因為現在空水喔 這麼不好對不對 所以它可以防污之外 它還可以防水 然後還這麼輕薄喔 對啊 因為通常我們 如果白天要擦這種防曬 我們都很怕很黏膩 對 它就是 所以這應該算是 就是比較化學性的防曬 對不對 要看它的防曬劑才知道 這個呢 基本上夏天 存十罐以上是需要的 然後另外我剛剛 那個沒有講到 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不用喝得懂 SPF它上面就是有50 它上面就是有一個正記號 所以是50%這樣 然後PA一樣有四個加 所以它的防曬 就是現在的最高指標就是這樣子 對 這麼清爽 然後可以做到最高 而且重點喔 通常是這樣的包裝 裡面一定有小鋼豬 小鋼豬是幫助均勻嘛 對不對 小鋼豬 它的配方一定是分層 而且通常很吸很吸 其實它不吸喔 它不吸 它是清爽 對 那它大概是乳液的質地 對 但它們穿完之後 是很薄啊 對啊 完全不黏啊 很驚訝 這瓶如果沒有拿到 最後的冠軍 希希應該會 這個節目就是不公平啊 不是嗎 它應該會全裸 然後塗這個這個 網上再一天給大家看 做實驗好不好 那因為這個系列 打造一個透明的盒子 讓你躺在裡面 然後大家都可以來參選 我不擔心啦 這個系列奪冠的機率很高 好不好 好 那除此之外 它裡面有忍東的提取物 就是可以保濕嘛 然後你們說什麼草 雞雪草 是的 雞雪草它也有 然後還有什麼草 什麼 有點冷門啊 小姐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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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對 因為防曬實在太重要 像我夏天就一定會去海邊 對 所以我喜歡把自己曬黑 但曬黑跟把自己曬老 是兩回事 對 對 所以你就一定要做防曬 但是你還是皮膚會 可以有自然的光子 這樣子 那所以我要來介紹我的 最後一支就是這個 會曬黑不會曬老 對 然後你可以看到它上面是 SPF50 Plus 就是剛才吳老師說的 然後PA也是四個加最高等級 那其實它強調就是 它是四季的 常效呵護 因為我們常常講防曬 不是只有夏天要防曬 對 冬天也要防曬 你在室內也要防曬 你在像我家 就是那個窗戶很多 也要防曬 就是你隨時室內室外 都要記得防曬 然後它有 那除此之外 它裡面有忍東的提取物 就是可以保濕嘛 然後你們說什麼草 雞雪草 是的 雞雪草它也有 然後還有什麼草 雞草 不是 是魚心草 對 魚心草被去 不知道有會有草出現嗎 這有點冷門啊 像這樣 好 你有盡力了 送你一顆星星 對 就是可以去逐皮脂 然後打造光澤 然後比較亮白的皮膚 然後它還有起壓子的提取物 還有六升胎 那接下來吳老師 給我們推薦 OK 這瓶我愛 這一罐有含B3 B5 然後維他命E 然後尿囊素 還有玻尿酸 還有羊柑橘 然後它裡面的防曬劑 也不會光過敏 算是滿穩定的一個防曬劑 那重點就是 它的水感很明顯 就是說 它看起來外觀是乳霜 可是呢 插上去就化開來 像水一樣 不可能 我的這個 清爽不黏力 比你還要水感 好 這樣嗎 真的很睡耶 我是性感 看不出來嗎 我要講一個 不過為什麼你會有自白 你哪裡伸出來的 它自己做的 這個新聞是最新的新聞 對 那明年的1月1號喔 如果你真的要去帛琉度假 你一定要小心 不能含這十支 如果你真的含了其中一支 你就會被罰 一千塊美金 合台幣三萬一千元 就是海洋友善 對 好 那第一支 其實就是主要讓 珊瑚死掉的一個 很重要的元凶 最重要的元凶 對 然後它對皮膚也很刺激 OK 台灣是合法 什麼 好 那再來這一支 如果它進了大概全球就大洗牌 因為這一支現在是全球 使用量第一名 那這一支就OMC 那它最高可以10% 那這一支它其實沒有什麼刺激感 可是它最大的缺點是 只要我們身體上的防曬乳 然後掉到海底之後呢 可能容易造成環境荷爾蒙 也就是說容易讓小公魚 變成小母魚 這十支大家一定要注意 三萬一千元喔 所以接下來的防曬的那些品牌 就會大洗牌 應該大家會挑戰這個方向前進 對 因為真的這幾年 大家一直在討論這個 關注海洋的議題對不對 對 接下來凱文哥 好 再來就是我這支了 它強調的是透過了這個 冰島的冰川的河水 最純淨無污染的冰島的冰川水 所做出來的 然後它裡面透過了 四種的植物萃取專利成分 幫助你達到保濕 美白 抗皺跟防曬 防曬的劑量到底要差多少 十元硬幣 這是擦臉嗎 一張臉 一隻手也是要十元 這一隻手要十元 其實一般來說最少這樣 一個臉 最少 臉這麼多 可是我們臉也要小耶 這是最少一塊錢硬幣的立體 然後它這一支裡面 除了我剛才講的 它的這些植物萃取 它裡面一共有將近 三十種的植物萃取 來達到有效的這個 我剛才說的 除皺 保濕 美白之外 它裡面也添加了很多都是 被認可的美白成分 我覺得對皮膚來講 最重要就是保濕跟防曬 那其實今天我們介紹這些品牌 也許之前對大家來講 都還滿陌生 但在使用上的感覺也是 打破了我們對一般防曬品 我跟你講現在真的太重要 因為我們都會有 以前的觀念 對 那些觀念你現在不丟掉 你就會繼續曬黑曬老 對 所以現在是 全新的防曬時代來臨了 我們就來看看網友的喜好度 跟女神團的試用 現在要用的是這個防曬霜 它用起來有滿明顯的 提亮的功能 然後也沒有什麼特殊的香味 滋潤程度的話 我就省去乳液 我就是直接把這個 當作化妝水之後 就直接擦 現在要擦的是4號 它很好推開耶 超級水感的 不像是一般的防曬 有那種厚重或是黏膩感 今天防曬特輯呢 我試用的是5號 先簡單上半邊臉 好了 我現在補完 我半邊臉的肌膚 看得出來嗎 它潤色的效果就是一點點 然後還滿自然的 我覺得這隻滿厲害的是 我用過算是前三名有喔 非常非常的清爽 你看 它就像是那種水感乳液一樣 不會那種油油的或是黏黏的 肌膚怎麼感覺變得更水感啊 好 網友喜好度的第一名 好 網友喜好度的第一名 我覺得很難選啦 因為五隻其實都有一點點類似 但是又有一點點不一樣的度 我覺得應該不會是你那一隻 就是我們 我們現在是四個牌子過來 不是 因為這種軟管的 看起來會比較討喜 對 比較討喜 PD第一名是 網友喜好度第一名是 五號 歡迎歡迎來這邊找 我剛剛講的 那個防曬啊 就是去海邊或什麼 但我覺得日常 也很重要 就是我最怕看到就是 大家被曬出一間 身上穿著衣服 或曬出的背心或是拖鞋 或是男生大腿根部 是雪白的肌膚 對 還是大腿下面最黑的就是 三號攝影師不是很爽在看你嗎 他就這樣一種一種一種 你大腿根部是不是很雪白 所以就是防曬跟夏天 真的是全身上下的 呵護對不對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來看看 最公正的路人盲測 還有一個獨立的實驗 請看 不能有防曬係數跟質地 那清爽不要油膩 持不持久 是水潤性的還不錯 我會快喝 會不會太油 清爽 你會不會太愛 她們不想做 你會不會太油膩 保持不住 Caesar 你會不會太油膩 是否也會覺得 忍著 那些不用人 如果你能ummy 其實不會太油膩 不過他可以購買 是你會做 老宮 我就購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直接給我們一個殺手劍吧 路人盲測第一名是 路人盲測第一名是 1號 好久好久沒第一名了 但是我們的獨立時間是做了一個 紫外線的測試 所以這個紫外線的測試第一名是 第一名也是1號 因為你們私底下都有在用這一支 對 我跟你講這一支 你可以把它直接當成就我講的 日間乳 日間乳 因為它分量又大 對 直接把它當成日間乳 是一個非常好用的 可是大家一定會覺得很奇怪 既然他們兩個都有用 為什麼他們沒有選 因為我們在選產品的時候 是長幼有序的喔 所以你就知道為什麼 吳老師推薦 然後吳老師還看起來這麼年輕 其實他已經 這麼年輕 不要亂講啦 真的假的 沒有啦 沒有啦 所以防曬是不是要做好 各位觀眾 對 沒錯 防曬真的是最重要 所以我們現在就馬上來 揭曉本週的 防曬產品的女神賞 就是誰 3 2 1 請開 恭喜了我們1號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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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公平的 大家看電視會覺得說 我們的專家們 怎麼會得那麼少分 但吳老師就迎頭趕上 那你也要加油好嗎 現在最低分是誰 加油 加油 好 我會加油 所以到了夏天 其實不只是夏天 就是日常的防曬 真的要做得很好 就是你的皮膚才會 可以擁抱年輕 擁抱光澤漂亮 那今天再次謝謝我們 專家是我們安院長 謝謝吳老師 謝謝你們收看 我們海邊見好了 掰掰